大家好,我是雪梨,今天咱们来看由近书二所写的剧版《东凤序文》,《紫棋东来》第一章,入世。 情说宿景被天族天兵带去诸仙台后,太子一华夺步离开,乐迅娘娘和大皇子央措互相抗了一眼,有无奈的摇摇头也都相继离去了。 此时的大殿内,就只剩下东华帝君与凤九二人。 东华坐在软榻上,一手撑着头,此番姿态仅仅为止了一瞬,微抬了抬袖子,露出手腕,一手赴于腰前,眉宇间近视大漠,脸上的表情也是云淡风轻。 和凤九擦肩而过的一瞬间,眼眸中的余光看向凤九。 他此刻的神情有些恍惚,带着些许惊讶,又有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,于外皆是失落。 东华忍住眼中,那万分关怀,他依旧是这般焦躁的性子,打抱不平当初的绍兴,素素,再到如今的宿景。 如若他今日没在天门前,看见凤九那抹淡粉色的身影,紧身的小小的背影,无论站在对面的人,辈分神格多高,他也会距离力争,毫无恐惧。 为的不是别的,仅仅是为了他想去帮助的人,无关身份,只因他打仙女想去帮这个人。 哪怕当时为他的姑姑清秋白浅,还是在天宫既无实权又受人冷嘲热讽,却依然怀揣着一份执念的爱意,和那在凡间的仪式,温馨情缘的凡人素素。 那天宫骄躁跋扈,不可一世的宿景,也算是领了他应得的报应。 世界上最珍贵的,却也不可得的东西,既不是一副漂亮的皮囊,也不是一张能说会道,巧诚如黄的嘴,而是一颗热忱济世,善良动人的心。 如今想想,他倒是占了其中的两样呢。 那其实自己最为看重的,还是他的那颗善良的心,那是几世修为,多少聪慧的天智,也换不回的。 想到这里,东华的嘴角被心中真切的想法所带起一丝淡淡的微笑,虽不明显却是真切,只可惜他并未看见。 今日的他,还是和当年的他一样,不想让别人伤害他。 他暂时不许,因为他会保护他,他不想他胜得宿景的欺凌,又不想他遭受别人的非议。 如若是他不在时,又会像如今这般法历尽失时。 面对他断尾之时,所痛心疾首,却又无能为累时。 他也会让私命第一时兼替他群的青秋,交给他所放心之人。 也许自己一直以来除了保护,曾经的逗趣,再到如今,一次次的冷言冷语,一次次想和他理清关系,内心却又始终不能放下。 每日深夜,却总是在太成功副手站立,抬头望着那月色陷入沉思,满是孤寂的自己,感到无能,无能为力。 他不信天命,想逆天而行,却又为了这四海八荒,凡尘生灵,都能安静祥和的生活,还着天下世世太平,终究是负了他和自己。 万千思绪汇聚在东华脑海中,压抑着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 帝君,一声轻患将他拉回了现实,也随着这一声轻患炖住了。 脚步万千浓郁的情绪,也都被不尽其数说在那波澜不惊的眼中,那双眼眸的最深处压抑着他内心最真挚,也最悲凉的情绪。 记得连颂以前总是说他这双眸,也仿佛像跟着他自己,经历了岁月的变迁,逐渐也变得波澜不惊, 甚至面对任何事情时都没有丝毫变化,依旧是云淡风轻,没有情感的协力。 东华当时还不相信连颂的这番话,如今想了想,这世上唯一能识破他,堪破他的,怕是也只有自己一人了。 凤九快步走到东华帝君面前,但是也不敢靠得太近,他与他隔着一段距离,不远不近。 他怕他再次斥责他,又再次把他从身边推开。 东华看着眼前他与自己不近不远的距离,头上还仰着那双好看的眼眸,望向自己,眼眸中充斥着疑惑。 可是有事,东华亲身说道,刚才看他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,倒是有些想笑, 又怕亲身笑出来后,被他看穿自己的情绪和想法。 凤九有些惊讶,帝君的口气,怎么,那不成又是自己多想了不成, 仅仅纠结了一瞬,他还是觉得先问自己所想知道的答案。 如果说,当初你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圣石上抹去,是不是会喜欢我? 凤九的眼神中又添上了几分情绪,除了先前的疑惑,又添上了几分坚定, 心里总有种直觉,他会回答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。 其实东华心中也有几分把握,凤九内心的想法, 自己多想还是知道的,他也早就料到了凤九要问自己什么, 只是这个答案他心中早有定数,无疑再去思索。 东华没回答,自顾自的依旧副手躲不向前, 独留凤九一人,独自在原地神游,脸上写满了茫然。 帝君他刚才是,回答了我,还是没回答我,还是直接无视了我? 但凤九回过神来,朝着帝君离去的方向气愤地喊去, 帝君,你还未曾回答凤九,这怎么就走了呢? 东华耳畔传来凤九不甘心又气愤的声音, 微眯着眼眸轻笑着,答案就在你心中, 本帝君答与不答,又有何妨呢? 东华轻笑着说出,只有他自己一人能听见的声音, 却又想到刚刚捉弄了凤九一番, 本来过躁伤感的内心,此时却又欣喜起来, 他还真是有这个潜力,也是唯一能让自己笑的人啊。 东华的身影直到消失在天文群, 一缕白烟却突然出现,把玩着手中的玉斑制, 看着东华的背影轻笑一会儿, 便又化作白烟离去了, 在白烟离去的时候, 林宋惊摇折扇和思命一道, 向这边走来, 他和思命怎样也是看到了刚才那一缕白烟, 林宋拿着折扇拍了一下思命, 我说思命, 这白烟这气息, 在这天族, 你觉得这人, 思命轻笑了下, 三殿下, 依小仙见解, 能来去如风, 逍遥自在的, 怕是只有那位静穷上审, 静庭神君, 静穷了, 他不是闭关了吗, 这时又出关了, 只是他出关后跟着帝君所为何事, 林宋瞪大了眼睛说道, 快快快, 思命, 再不走, 那承意非手撕了我, 林宋说完, 自顾自地继续摇着指扇, 急匆匆地向前走去, 思命望着刚才那白烟的方向, 嘴角微微上扬, 随后也跟着的林宋去了, 三殿下, 你等等我, 小心走路慢啊, 你倒是快点, 再晚了, 终于非得弄死你我不可,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,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, 订阅大雪梨, 打开小铃铛, 天天有堂客, 我是雪梨, 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